接下来的新闻请家长要注意了 如果您的孩子喜欢舞蹈表演 有一个记忆和学业可以并重的升学选项可以参考 而这就是华人国中的艺术才能舞蹈班 今年是第七届招生 校长梁仲志就表示 华人舞蹈班的同学不只是在专业舞蹈训练上有杰出的表现 升高中考大学也都有优异的成绩 也欢迎从小六毕业生和七八年级的差班生前来报考 华人国中艺术才能舞蹈班进入第七届招生 在专业舞蹈老师训练还有学业成绩并重的栽培中 华人舞蹈班的毕业生 不论是舞蹈艺术展演或者是升高中考大学都有接触表现 艺术才能舞蹈班的设立最主要是培养 对舞蹈艺术有倾向有兴趣的孩子 那基本上对舞蹈艺术有兴趣的孩子 基本学历的养成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单单只是会技术性的舞蹈 他除了舞蹈之外 未来还可能要从事编舞或者是统整的工作 那么相对的来讲 你的基本学历的涵养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华人国中艺术才能舞蹈班 这几年的运作下来 非常重视学生的基本学历 以今年我们的毕业生来讲 全部都是达到花中花女的录取标准 那么也有一半的学生到北义大 以及台北的公立高中的舞蹈自由班就读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校长梁仲志表示 艺术才能班包括了音乐、美术和舞蹈 华人国中的舞蹈班是全花莲唯一公立专设班 有专业的舞蹈老师训练学生 同时学业部分也不松懈 舞蹈班的学生必须要数科学科兼备 经过六年的努力 孩子们的亮丽表现也让大家看到 今年度的招生报名截止日到4月12号 测验日期是4月18号 在4月18号招生考试这一天 最主要考试的面向分成两个 第一个是基本能力测验 第二个是专业能力测验 在基本能力测验上面又分成三个项度 是柔软性弹跳力跟敏捷度 这三个项度 在基本专业能力测验方面 最主要是测验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 还有自选舞的部分 那么以新生的同学来说 只要你对舞蹈有兴趣 老师们都可以从刚刚讲的几个面度 去评量出你的潜力 然后有机会进到舞蹈班之后 就可以在兼顾你的兴趣 以及学历方面做一个学习 三年后可以继续往舞蹈高中发展 或者是要就读一般的高中高职 这个都是有双向的机会 欢迎国小应届毕业生 或者是七八年级插班生 可以赶快来报名 届毕业会简相报道